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 我今天要讲这堂课呢 我觉得我要 我是结合我们在中国做市场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 然后呢 把我们去说怎么样 来提升我们的产品的价值 以后你再去讲出来 它的价格 那么这样讲出来的时候 可能你分享出去的 就是一个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就是一个全套的产品 而不是单向的 而不是你被它的逻辑给牵着 我觉得我很多时候 我的伙伴在谈单的时候 在中国谈到最后的时候 他发现他是被那个新人 牵着鼻子带走 最后新人说这个也不适合 那个也不适合 最后说算了 看着你的面子 我选哪几个东西 用一下吧 当他说 他说出来 我用一下的时候 其实他对产品的期望值 高不高 太高了 对 这个时候他就说 等我用出效果以后 我再来跟你做结识 是不是这样的 我再来做 所以说你就把你的事 你的事业呢 其实被人家的逻辑牵着走了 那么你的事业可能很慢 做得很慢 这就是我们以前走过的路 我们以前的时候 真的就是这样子在做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我觉得我们在讲公司 讲了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要讲到公司平台的伟大 我会讲这个平台 那么我今天给你讲结识的时候 我不是来买产品的 我是来让你加盟这个平台的 那么这个平台 大家知道推广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推广什么 两个系统 对不对 那首先我就说 我们这个平台 你加盟进来 它自然的会给你 配送到两个系统 那第一个系统 就是我们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这个是全球的人 人人需要的 百分之百的人都需要 要不要健康 要不要美丽 对不对 要不要长寿 要不要还活得久 还要活得健康 要不要都要 所以说它第一个呢 你让它说 只要你加盟这个平台 第一个 科学家就会 根据我们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给你配一套的 优化的干细胞养生方案 这是第一个系统 第二个系统呢 就是我们的 在互联网年代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 从互联网分一杯根 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分到 在座的有分到 互联网的一杯根的人 请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对不对 那么 那么今天为什么 我们分不到 因为你不是马花腾 我不是马明 他也不是IT精英 我们都觉得 互联网赚钱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同时 互联网这个产业 大家知道也是烧钱的产业 是以亿万来计算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 要在互联网年代 分到一杯根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经历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网上 在淘宝上买东西的人 举个手 举一下手 那么你们分解 把你的链接 转给你的朋友的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么我们过去 是不是每次买的东西 花了钱 淘宝上 然后 然后呢 还很开心的 这个东西 用的时候 朋友看到的时候 哇 你这个衣服 随着你衣服好漂亮 在哪买的毛衣 他都会跟我说 淘宝 我说 哈伦老师 也想买一件 那么下一句话 我会问他怎么样 发个链接给我 对不对 他可能就把这个链接 分享给我了 那我们每个人都在 我们在 过去在网上 买 购买东西 花钱 消费 同时我们也是 忠实的 分享者 我们不停地开口 分享转发链接 最后谁赚钱了 谁赚钱了 淘宝店的店主 跟马云赚钱了 马云赚了年底 赚了几千个亿 会不会分给你 会不会分给我 不会 为什么呢 不是马云的错 是因为过去 在那个年代的互联网 我们那个时候叫单一网购 单一网购的系统 这个后台来说 它是web 2.0的 这个 它的硬件设计 是web 2.0的 它所设计来的 这个系统 只能做零售 所以到淘宝店 这个店主开的店 其实在卖什么 零售 拿了货 把地面的店 搬到网上 其实它要发货 还要送货 其实它就在做零售 那么到了2009年以后 我们的结识公司 所用的这个系统 是什么 这个系统的话 从硬件 从它的设计来说 是3.0的版本 它不光可以在我们的 我们的网上做零售 更重要 它可以有一个 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连锁 加盟 所以这个就跟过去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呢 就把我们每一个消费者 我们其实今天在做 结识在干嘛 分享链接 分享平台 这就是我 一位大鼓说 要让我来给大家 做一个讲师的 的培训 所以我一定就说 要把这个讲到 就你今天在分享 结识的时候 不是像你过去做 安利 newskin 跟这些 直销公司 今天你是在 分享平台 分享链接 其实我们每个人 有没有想过 你就是把 www.geness.com global.com 分享给你的朋友了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其实我们就是在 做一个分享链接的过程 只不过我们过去的分享 它是卖链售 我们现在的分享 是让它成为 结识公司的什么 会员 终端消费者会员 所以我们在这个 平台上面 有两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 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交付室网购 我们每一个人 嫁接到这个平台的时候 大家知不知道 你嫁接到 结识平台的时候 你是有两个交付的 有没有人知道 哪两个交付 不是我们系统的 你们系统人 其他系统人 有没有知道 哪两个交付 你知道吗 哪两个交付 交付室网购 平台有两个交付 大家知道 有哪两个交付吗 如果你做了很久 结识 你连两个交付 都还不知道 那你真的要认真 重新回头 去学一下结识了 第一个交付呢 是当你加盟结识的时候 我们首先是跟我们的 结识公司 进行的一个交付 我们成为 结识公司的 永久的一个战略 合作伙伴 那么我们分享的越多 公司的赚钱越多 公司赚的越多 分给我们的 我们经销商的越多 这一个交付 是我们跟公司 直接成为战略 合作伙伴了 今天你不再是 公司的一个消费人员 你不是公司的员工 你跟公司的关系 是什么 合作的关系 所以你未来 你有机会成为 公司的股东 这是第一个交付 第二个交付呢 我们每个人的消费能力 是不是有限的 有的人我们可能 Maya很能消费 可能一个月消费 一千万分 可能呢 小Tracy她是学生 她可能一个月最多消费 一百分 对吧 那么她怎么样能够 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系统里面 借助我们大家的力气 赚到她的一倍根呢 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的交付就是 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你认识了在你散下的 所有消费者 进行一个交付 所以说 Tracy可以享受到 比如说我们在同一个系统 可以消费到 我们的Maya的分 也可以享受到我的分 我的积分 也可以大家共享 就每一个消费者 我们彼此之间 我们形成一个 另外一个交付 叫消费者联盟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联盟在一起 最后我们 我们不管我们消费的多 消费的少 但是我们在我们系统里面 就有些人消费的 比我们更多的 那我们可以共享 这个消费的积分 最后用积分来兑换 我们未来的收益 就是我们九百分 就有一个三十五块 所以说 其实在结识里面 第二个系统里面 交付是网购 是有两个交付的 其实未来 为什么你看 移动跟我们的 中国电讯打得那么厉害 他们要什么 他们在打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要终端消费者 对吧 就是要的这个会员 跟终端消费者 其实今天结识这个交付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利益共享 然后可以绑在 捆绑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交付 那我今天 因为我的主题是 第一个系统 那我就回到我的主题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那结识公司呢 它做的叫 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从字面上来说 大家就知道 它是从细胞的层面 去对我们的健康 做一个管理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能够从细胞的角度 层面去做的话 首先大家就知道 它一定要是什么 生物高科技的 它一定要是种 生物高科技的 好 那我们 在这个里面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道就说 我们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分享结识的时候 第一个 千病万病 大家知道 我们在分享都知道 只有一个东西病了 什么病了 细胞病了 那有没有人想过 细胞为什么会病 其实细胞病变的原因 就只有两个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实我们细胞会病的原因 说白了 说大了 说小了 就只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允养术缺失 我们如果今天 允养术缺失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面 有一个链接 叫做我们的修复机制 它就会停摆 那我们就不可能 自己修复了 但是我们人呢 在这个地球上 生活的时候 大家知道 我们会受到 空气污染 PM2.5 我们吃的水里面 有种青薯 我们的食物里面 有添加剂 所有的这一切 随时都在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制造我们的损伤 但是如果我们 制我的修复机制 停摆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有时候就发现 我们口腔长了溃疡了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今天睡不好觉了 为什么我看了三个海味 吃不下去了 为什么我躺在床上 鼠羊睡不着了 对吧 所有的一切 其实就是我们不停地 被冲击以后 被破坏以后 那么造成我们细胞的损伤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还有一个损伤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体内的什么 毒素太多了 已经超过了我们人体 自我的排毒机制 所以说细胞会病 就两个原因 第一 营养素缺失 第二 我们的毒素太多 所以说其实真正围绕 我们健康的关键 所有的过去的公司 大家知道 是不是都在补充营养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排毒 是吧 所以你就知道 那么结识公司呢 非常的聪明 就说既然你营养素不够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给我们的细胞 补充营养 那么我们很多广东人这里有 他们就说 干嘛要吃营养素 我食疗嘛 我煲汤嘛 我吃好一点嘛 对不对 可是有没有想过 今天的食材 已经不再安全 我们1953年 日本 日本的科学家 做过一个调查 发现 就1953年的 100克的菠菜里面 所含的维生素 跟我们现在 100克的菠菜里面含的维生素 我们现在的下降了 百分之四十几 所以今天你可能 吃了一大款菠菜 你肚子吃来 鼓出来了 可是你细胞依旧什么 饿子 没有足够的营养 那么我们知道 番茄有没有番茄的味道 现在在吃番茄 有没有小时候吃的 那个番茄的浓浓的味道 没有了 鸡 有没有小时候那个鸡 煲汤的时候那个香味 没有了 对吧 那么科学家发现 你今天要吃七个鸡蛋 才等于过去 四十年前 吃一个鸡蛋的营养 所以我们今天是 营养数大幅的下降 所以我们现在呢 桌子上面 摆满了三针海味 其实你的细胞饿着 很多人都吃得大幅偏偏 但是细胞依旧饿着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的鸡打不打针 不打针就禽流感了 猪不打针口蹄病了 那个牛不打针什么 风牛病了 现在伊本就是在很多地方 这个渔民要卖鱼之前 要把鱼送到餐馆之前 他们在卖的头一个星期 他们会在池塘里面 撒很多的抗生素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个水次污染以后 这个鱼的鱼鳞脱了以后 这个鱼没有餐馆会收的 所以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今天的 我们的营养 吃从食物中吸取的营养 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健康需求 还会造成很大的困惑 所以我们 那么这两个原因 大家知道就是一个营养是缺食 一个呢我们的毒素太多 就会造成我们细胞生病 是不是 那细胞生病的话有三个过程 大家知不知道 第一个过程什么 细胞膜 细胞膜会受损 这个受损的时候 就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 75%的人都是什么 亚健康 亚健康人群就是你到医院去检查 你所有的指标都正常 你觉得我是好人 其实你属于亚健康人群 现在呢 科学家把亚健康呢 已经定义为 重新定义 定义为疾病的早发期 它没有质的变化 它只是一个量的堆积 所以说现在科学家 已经把我们的 我们原来说 亚健康没所谓嘛 我细胞膜受损就是亚健康 大家知道细胞膜受损 就是亚健康 那么这个时候 你到医院去检查 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但是呢 你全身都痛 你找不到原因 所以说传统的医院 他们是临床医学 他要根据你的病症去下药 他不知道该下的医院 很多在我中国 在中国 很多人这样 有的人呢 头痛 拼命的头痛 去查也查不出 就 医生就给你开启图片 然后还有的人呢 看着三层海味 没胃口吃下去 躺在那个 习梦师 十几二十万的习梦师上面 哇 睡不着觉 看着一桌子的三层海味 吃不下去 然后坐在 黄金二十四K的金马土上面 他也减出便 所有这些 还有年轻人 面色辣黄 还有 无精打采 都是雅健康 其实雅健康就告诉你 你已经要注意你的身体了 你的身体已经细胞开始受损了 因为到我们的细胞膜受损的时候 所有的毒素就是直屈而入 直接破坏到我们的细胞 直 我们的细胞核里面 我们的细胞核里面最重要的有我们什么 遗传基因 DNA 那么DNA被破坏的时候呢 我们的细胞是一分为二去复制的 那当我们细胞一分为二去复制的时候 我们就复制了有问题的细胞出来 如果一直这样复制有问题的细胞 我刚刚说 领养是不够 你自我修复停摆的时候 是不是你身体里面有问题的细胞越来越多 如果这个有问题的细胞在你肝脏上面 它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 那么你的脂肪排不出去的时候 那你是什么肝 脂肪肝 如果酒精排不出去的时候 你就是酒精肝 如果你这些病毒啊 这些排不出去的时候 长期引寝 你的肝发炎也就是肝炎 然后呢 那么这些有问题的细胞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会堆积在一起 最后造成我们有一个词叫基因什么 突变 这个时候你有什么了 癌症 所以我们任何的疾病 你们大家看没有都是我们的基因受损 我们的基因受损最后造成的 所以呢 我们的科学家就非常的聪明说 既然我们人生脑病死的原因 三个 第一个呢 干细胞 数量的减少 第二个呢 我们的基因受损 第三个呢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毒素 还会影响我们基因后面有小尾巴 叫什么 端粒 所以说杰氏公司的科学家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今天生脑病死 我们的原因 我们今天生病的原因 我们衰老的原因 就只有三个 第一个 干细胞数量的减少 跟损伤 第二个 DNA受损 第三个 我们的端粒缩短 所以呢 杰氏公司的科学家 就围绕这三个原因 去做文章 那么第一个呢 他说 如果我们营养术 今天缺食怎么办 我们就要补充营养 对不对 那么补充营养 在杰氏里面 有哪两个东西是拿来补充营养的 大家知道吗 AMPM 还有呢 白粒乳醇 配权精华 标准的名字 这一次我们在大会的时候 在 二零 九月份的 那个杰氏大学的时候 公司 重新叫我们 每个人在我们在推广的时候 我们从上到下 一定要重新讲 我们不叫白粒乳醇 我们叫什么 配权 精华 对 因为白粒乳醇 只是它中间的 其中的一个成分 所以我们今天正确的讲究 我们的配权精华里面 有我们的七种高抗氧化的水果 这个呢 就是给我们补充维生素的 那么我们的AMPM里面 我们的 我们的可力状的里面 有七十多种 最完善的营养素 而且我们的AMPM这个瓶子上面 有一个标注 你们在中国分享的时候 这个标注一定要给大家看到 是什么的 这两个字价值是千金的 如果你在分享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这个 其实你就跟让它去吃食物是一样的 它就会说我为什么不吃食物呢 我为什么不吃饭呢 我为什么要吃你这个呢 因为今天你吃的一个是 绝对纯净 而且没有添加剂的营养 明白 所以说我们这个补充营养 由我们的配权精华 跟我们的AMPM来做 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今天就吃 早上两颗 晚上两颗 我今天喝个两三包 已经满足了 我应该从食物中 三餐饭中间 所吸取的所有的营养 那我的营养如果够的时候 那我自己的修复链接 修复机制就不会垮掉 那我们人体其实不是 医生给你医好了 是谁给我们医好的 自己给自己医好了 我们自己有强大的免疫系统 我们身体里面有非常多的 可以再生的钙细胞 所以这就是它 为什么它会用这个补充营养 那第二个 毒素太多怎么办 上一世界我们知道 我们中医所说的毒跟火 其实在西方医学里面 我们叫什么 自由机 自由机是什么 自由机就是来自于 比如说今天紫外线 来自于我们的空气污染 来自于我们食品的添加 来自于我们每天玩手机的辐射 来自于我们压力 我们可能跟孩子吵架 夫妻关系紧张 还有工作老板给你的压力 销售业绩 所有的压力 这一切所产生的东西 叫自由机 那我们这个时候 你如果太大压力的时候 是不是有火 所以中医来说就是火跟毒 但是在西方医学 就是自由机 那么上一世界大家知道 能够清除自由机最强的东西 是什么 什么 上一世纪 葡萄纸 对吧 葡萄纸 上一世纪大家都吃过葡萄纸 是不是啊 可是这一世纪呢 科学家发现 有一种东西比葡萄纸 还要高 40倍的效果 而且这个东西 不光有 综合自由机的能力 更重要 它不光有排毒的能力 更重要 它还有一个 最重要 我们的配权精华里面的 白力乳醇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效 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 有两个 第一个 可以激活我们的 31号基因 青春基因 让我们重摆年轻 所以说 这个白力乳醇呢 就不光是一个 高抗氧化剂 不光是一个 抗氧化剂 更重要 它是一个 抗衰老的盛品 因为它喝下去以后 科学家发现 它可以 可以激活我们的 31号基因 这个基因呢 我们人体有63种基因 跟衰老有关 那么尤其这个 31号基因 如果今天它开始休眠了 它受损了 你吃龙肉也好 有的人说 我天天吃龙肉 哇 我吃得很好 有的人天天跑步 还跟我说运动 都没有用 你都在衰老 你的体力在下降 你的记忆在衰退 你的皱纹在不停地增加 你整个人出老巷 这个基因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说 这个就是跟其他的不一样的 葡萄籽就没有这个 功效 唯一这个白鲤如醇有这个 那么还有一个呢 对于我们在大陆推广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白鲤如醇呢 它可以综合 我们的尿激素 综合尿激素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 我们身体里面 这些癌变的细胞 由于缺乏共养而瓦解 那么最后让我们可以远离癌症 真正做到预防 预防癌症 而不用去 等到你有了癌症以后 去放了化了 就切除你的心 切除你的肝 什么都切光了 对吧 你有多少零件给它切 是吧 所以说大家知道 每一个东西 它的功效是什么 当我这样讲出来以后 我其实就是在把我的 我们的产品的价值提升了 我还没有再讲到商机之前 他已经在脑袋里面说 我要买这个东西 他已经 他的潜意是引告了他 这个东西我不吃 我不行了 明白 那么你可能顺理成章 你就已经可以 你就可以已经结单了 那么这是 我讲了 那么我们杰斯公司 还有一个技术 就是我们的 干细胞的集合技术 我们的干细胞 集合技术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说有一点点 知识的人都知道 我们过去用干细胞 是我们比如说 一个白血病的孩子 如果他今天得了白血病 唯一能够救他的呢 就是说 有他的家人 或者他的兄弟姐妹 可以把他的骨髓 干细胞捐出来 或输到他身体 他可以医救 也可能呢 有在社会上 有些爱心人士 他愿意把他的 骨髓干细胞捐出来 给他配对成功以后呢 可以顺利的输进去 那么如果 那么杰斯的科学家就说 你今天你的干细胞 都可以输给 输给这个孩子 得了白血病的人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 可以把你的 自己的骨髓干细胞 集合以后 让你自己的骨髓干细胞 走出来 修复你的肝脏 修复你的心脏 修复你的肾脏 关节脑袋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说 结石工事里面 那么我们 这个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吃下去的东西 它是集合 我们的 质体的 骨髓干细胞 然后呢 它可以 走出来 去修复 我们自己的 八大系统 所以我们在 这个结石里面呢 我们第一个 我们的白地卢醇 喝下去以后 有一个功效 就是集合 我们的骨髓干细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AMPM里面 有一个成分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注意过 AMPM有一个 最重要的成分 就是可以 有一个成分 叫做小球种 小球藻 生长因子 这个也是 集合我们 干细胞的 去修复我们 八大系统 所以我们 每一个产品 其实它都有一个 实现我们 科学家的 一个理念的 一个关键 每一个产品 它在 这个是金爸爸用了 毕生经历 研发出来的AMPM 它在一次 全球的医学大会上 讲了 我们的AMPM 我们现在叫它 营养素 它是叫 它那篇文章 你们可以 如果会英文的 可以去听 它叫做AMPM 丙羊的扭吹嘘 超越 营养素的 所以它里面的 很多成分 它加进去的目的 就是来实现 我们科学家的 这个产品设计 原理的 我们所有的原理 都要用实际的东西 去实现 所以你要知道 哪些 那么好了 所以我们的 白底如醇 给我们的AMPM 就会激活 我们的钙细胞 让我们的钙细胞 增强 现在你看 我在喝的这个东西 就更厉害了 大家知道 我喝的是什么 维达布露 维达布露的话 这个科学家 是在麦杰尔大学的 Christine 他研究了 大概15年吧 他最后发现 我们中国的 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沙季 沙季是在西藏的 那个 我们叫做 就是盐碱地上 都不找庄家的 他可以生活在那里 后来他发现 这个东西 喝下去以后 最大的功效 这个东西 可以提升我们 白底如醇 我们的它的效果 它会快速地 把我们的骨髓干细胞 我们的白底如醇 可以增加 我们的骨髓干细胞的量 这个东西呢 可以把我们的骨髓干细胞 从我们的骨髓里面 快速地释放出来 让它快速地 走到我们的肝脏 走到我们的 所有的组织发展 系统去工作 所以这个一喝了以后 如果你一天喝两包 你会发现 你的排毒 太恐怖了 我现在在喝 我就发现 我全身排毒 全身那个毒 真的很多毒 全身都是长的那些 纸啊 那些窗啊 出来 对 那么我们在 中国的时候 有一个伙伴 他也是喝了以后 这里排毒 他本来就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病 有一个病的 癌病的 然后他喝完以后 这里的排毒 黑的 那么我们那个 Eric 他的表妹的爸爸 也是喝了这个以后 哇 排毒排得很厉害 所以我一喝就知道 这个可以非常强的 快速修复 这个修复过程中 排毒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是快速的 把它释放了 所以每一个东西 其实它都起了一个 相关的作用 所以你在分享的时候 那么我把这个 讲了以后 就你的端利那块 你们在做市场的时候 端利那篇子 大家都有的 大家一定要把端利 讲透 端利讲透的时候 那么其实我今天 把这三个主要的产品 讲完以后 再讲一个敏动力 就差不多了 有时候我外用的产品 我稍待或者不讲 那我就告诉他 我这个时候 已经把产品的价值 已经提升了 我价值提升了以后 我再去讲 今天我加盟这个平台 怎么加盟 那么他就会问你 那怎么吃 我就告诉他 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的量 那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来给他 你说不是我给你配 是科学家给你配 科学家给你 按照你的身体状况 给你配三个月 或者六个月的量 那么这样的 你讲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把 产品的价值提升了以后 你再来给他 讲这个价钱的时候 他觉得不会贵 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 很多口袋说 哎呀你节食好贵啊 很多人不愿意吃 是吧 分享的时候 因为你在没有讲 这个产品的价值的时候 你就已经把价格 讲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人家肯定就觉得贵 那你当你把这个 产品的价值提升以后 你再去讲他 怎么样去买 购买或者加盟的时候 他非常乐意的 去听你去讲 听你的建议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做市场的时候 你们应该怎么样 去讲产品 我觉得我今天 就是说分享的话 就是说你要从 人为什么会生病 那么细胞病变的 两个原因 那我们的产品是作用在哪一块 你把它讲透了 然后呢 另外就是 飞乐的话 主要你们要讲到 一个说 我们今天生活好了 都想长寿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 你爸爸妈妈 或者你的邻居 虽然活到90岁100岁 有很多人在老人院 眼睛瞎了 白脸上看不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有的人中风了 躺在床上 有的人呢 什么怕金山 手在抖 饭也吃不进去 对不对 然后有的人呢 躺了十多年在床上 其实就是没有素质 没有质量的活着 其实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是这样觉得 对 那么我们这一辈 你要告诉他 我们不想像我们的父辈那样去活 我们不光要活得长寿 我们还要活着健康 要活出品质 所以我老了以后 我还可以跟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环游世界 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对吧 但是你这个要身体配合得了啊 要能走得动啊 对不对 出去的时候 看到好东西 要能吃得下 很多老年人 你叫他出去 他走不动 哎呀你们去吧 我在这做的 对吧 然后呢 你叫他吃东西 牙齿又掉 熬不动了 这也不行了 对吧 器官跟不上 所以非乐呢 我觉得 我对非乐的理解呢 他是说 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 其实你在受孕的那一瞬间 其实你就 你们家族的基因 基本上就决定了 你们家族的天命之年 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得好 每个人都有天命之年 对吧 那么可能你受孕的那一瞬间 那么基本上 你们这个家族活到80岁 活到90岁 基本上你都已经定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 我们现在的环境呢 让我们呢 可能还活不到 我们家族的天命之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环境的污染 空气的污染 还有呢 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 抽烟喝酒啊 还有呢 我们缺乏运动 这里有每个星期 做了一次运动人 举一下手 一个星期有做一次运动 还是有 对啊 但是在中国 我问他们 基本上好多人 都没有做运动 对吧 还有缺乏运动 很多很多 不良的生活习惯 就让我们的这个端力 提前缩短了 所以可能你有时候 你还活不了 你看我外婆活97岁 我觉得我自己 可能活不了那么多 对吧 可是她那个时候 没什么东西吃啊 贫乏 物质贫乏的年代 但是呢 那个时候污染 没这么严重 她活97岁 但是我外婆 在70多岁的时候 白肋脏 做了手术 失败了 在黑暗中摸索了26年 才走 那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 我昨天去看 一个我的 一个好朋友 他住在香兰西 他的房子可能2000多万 可是他每天晚上 睡不着觉 然后长期吃安眠药 然后呢 现在眼睛又青光眼了 又老花了 就自己就感觉 就恐惧来了 他的整个的机能 开始迅速下降 他也不过60年的 那么你要知道这个 你就是再富有 再有钱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去帮助你自己的话 是不是你面临的是一种恐惧 对 所以说 非乐呢 这款东西呢 其实就是 让我们的每一个器官 健康的去配合 你的天命之年 我的理解就是 让我们的每个器官 每一个器官 我们的眼睛也好 我们的心脏也好 我们所有的 主要的器官 能够配合你家族的 天命之年 对 你的眼睛 到现在我不老花 我回中国吃饭的时候 我的同学 个个都戴老花眼镜了 但是唯一我 不用戴老花 看了一清二楚 我就比人家 我的器官就更好 这就是我值得 骄傲的地方 今天在未来的生活中 不是比谁有钱 是比谁活得更久 比谁更健康 我是觉得这样 你没有健康 堆着你的钱 也没有用啊 对吧 你真的是睡在 金床上睡不着觉 你也是痛苦 对吧 所以说就是 飞乐这款东西呢 它主要就是 由延长端利 然后呢 最后呢 它是集合端利酶 最后延长我们 我们的端利 最后让我们身体里面 有更多的新的细胞出来 那我们的新的细胞 就会去修复你受损的 老化的 病变的细胞 所以你慢慢慢慢吃了以后 为什么你老化了 为什么你青光炎 为什么你白肋脏了 因为你的眼部的细胞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你长期的使用 它慢慢的衰老 病变了 那么这个时候 有飞乐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去代替修复它 所以让我们所有的器官 可以健康的配合 我们的天命之女 所以我如果你们每一个人 能够把产品这样子 用二十多分钟 顺利的给它讲下来 基本上这个男士也好 女士也好 他们都会说 我要用这个 当他说他要用这个的时候 那就看你怎么去引导它 怎么样吃三个月的 或者六个月的 就看你的本事了 你有本事 你可以让它吃六个月到一年的 那你就加一个大肝了 对不对 那你没有本事 就加一个一千块的 也可以 对不对 小单进就是一千块 我们基本上是让它套装成 我们一般不让 第一次加盟的人去选产品 因为一选产品就回到了卖产品 一选产品就回到你是推销员 今天我不想在 杰斯这个平台再当推销员 因为我当推销员 已经当了二十多年 我不想再当推销员 因为我开医美天天卖货 天天给人家讲这个产品 好你买吧 你买一只吧 你买两只吧 我不想再卖 所以我今天走的就是讲系统 所以今天杰斯能够成功 也成功在系统 它伟大也伟大在系统 所以每个人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你如何把这两个系统讲透 我们说了未来不是说 赢在个人 未来是赢在系统 系统的伟大 我们跟着系统去运作 这个系统就会给你带来 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杰斯平台的话 就是一个万能的平台 就像我们的钙细胞一样 如果今天你想要提升 你就查上去 像我们的Tracy 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提升它 然后学到很多东西 如果今天你想美丽 你就查对接上你的美丽的东西 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年轻 对吧 越来越漂亮 如果今天你想长寿 健康长寿 那你就对接上健康长寿 你今天想在这个平台上 展示你的领导财能 这个平台绝对是最大的领导财能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如果你想献爱心 也请你来到杰斯平台 因为这个平台是绝对的 最人性化的 做善事的爱心平台 我们每个人啊 当我今天要吃产品也好 我分享产品也好 我买一千块钱 你们加盟那个一千一百块钱的套装 你们都会自动的捐出五十块美金 到贫困儿童基金会 如果今天你们加盟的是三千一的套装 自动的是一百块美金 转到儿童基金会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结识家人 我们都是我们这个爱心基金会的执行者 我们不是等到我们付了 我们真的上了钻石 我们才来做善事 我们在平凡的人生中 我们在每天的分享 跟塑造我自己的健康 我自己的形象的时候 我就在做善事了 所以这个也是最大的 好 我说不报的平台 好 今天就说 我是信服教的嘛 那我觉得就说 今天你真的是 我们说最大的修行是什么 最大的修行就是 你自己能够健康地活着 这才是最大修行 当你自己能够健康地活着的时候 你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和精力 去帮助你周围的人获得健康 对吧 你自己都病病挨挨的 你说我是弱者 我需要人帮助 为什么要成为那个 要向全球人说我是弱者的那个人 我们今天虽然我十多岁了 我们还要成为强者 我们要不光我们要活得健康 活得有朝气 活得就是说我们要优雅地活着 是不是啊 优雅地活着 那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孩子做个榜样 我们不会被时代淘汰 我传统生意的老板 我经常觉得完了完了 我的医美没法做了 我那个时候感觉是我被淘汰了 我真的是很痛苦挣扎中 我觉得找不到一个机会了 我真的觉得 哇 我可能就这样一辈子了 可是我发现 诶 杰斯这个平台还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我们说40岁的 我们很多40多岁的传统生意 老板们都 我觉得威廉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 说得很好 就是咬着一块骨头 已经咬了很多年了 已经取到没有机会了 但是还不捨得吐 对不对 很多传统生意这里 哇 还在报道过去的传统生意 不放 对吧 那么当你他又觉得结识好 又想做结识 这块骨头还在嘴里又不放 当你没有把这个骨头吐出去的时候 你是没有一个嘴去享受那个更好的牛扒的 所以说把骨头吐掉 我当时看到结识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说 我要放下 我要卖掉我的店 我全力不来做结识 我绝对不会 这边含着那边还做 绝对是做不好的 是吧 是不是做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我 觉得结识平台是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让我们这些 就是说快退休的人 在中国我这个年龄的人 基本上就在家里带孙子了 打打麻将了 喝喝下午茶了 可是我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平台给我们 在这个平台上 可以重新让我们证明给全世界的人看 我们有能力跟着时代 跟着趋势 一起去奔跑 所以我就觉得 这就是给我们 这一辈我们这一代的人说 我们六十六零后的人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如果按照传统来说就应该回家了 退休了 但是结识真的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去帮助更多人 可以成就我们 以前我不会讲特的 我记得我在最早 李寅老师叫我在三号路讲的时候 我满头大汗讲的 然后讲到哪儿也忘了 然后口眼就是 哇 就是紧张的那个上嘴皮下嘴皮都在打抖 然后呢 在这个平台上摔发滚打几年 我们任何时候拿起话图 就可以来一场精彩的讲演 是吧 我们团队有很多优秀的讲师 吹水昨天晚上也讲了课 哇 讲得超级棒 气势蓬勃 然后呢 清晰 哇 我就觉得我们的节二代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个事业 有年轻人的生命 有新鲜的学进来 我们的节识会做得更好 我今天就分享那么多 教育主持人来 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提好吧 谢谢老婆老师